大家好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19年皮卡上市了 咱们今天挑一个 先找找这台车在哪 本期节目由白金赞助商 轻轻松松轻轻北美代购 独家赞助播出 大家久等了 万众期待的 公羊头皮卡1500 那2019款终于出来了 今天就从唐大叔 个人最喜欢的长脚牛这个级别 跟大家聊一聊 这么高级的皮卡上面 当然用一些金属感的了 所有的标志 包括一些配置 都变得非常有立体感 最能说明 唐大叔说这个东西 可能就是这个标志了 后面的 非常的帅呀宝贝 从香雄外观上 整体车做的会更加的流线 全身设计的前脸 不止样子更加的酷 而且进气会更好 包括前面的引气盖 也是更流线的设计 再加上侧面 也是这种流线设计 那不只是更省油 而且整体造型的更轻盈 更帅气 唐大叔说的流线设计 从这边能看出一点点 在引擎盖这部分 但是在设计的同时 它也是有功能性的 如果大家刚刚接触皮卡 就不用再找引擎盖在哪开了 就是这个地方下来的一个位置 19年公用皮卡搭载的 依然是5.7V8的HEMI引擎 将来搭载了E-TORQUE的V8引擎之后 理论上应该会有更大的拖力 多了1000多磅的拖力 然后更好的换挡 但是现在换挡已经非常顺了 还有更好的油耗一点点 因为它能用一点点的电 新款的RAM皮卡将会给大家360度的保护 第一次咱们前面有摄像头了 后视镜下面的摄像头 忙点监控 小三角 当然还有后面正方的 倒户影像和雷达 这样子搭配了之后 不只要有360度的保护 而且咱们皮卡第一次可以自动停车 再来令大家兴奋不已的 就是也是一个新的选项 5小时进入之后 电动踏板 baby 让整个车感觉更加的简洁 作为唐大叔最喜欢的龚羊皮卡 这个最有野性的牛仔风格的Longhorn 但是在高级皮卡里面 其实龚羊头皮卡用了十笔竞争对手 多了快60% 58%更多的真皮 这样不单止材料更好 看上去更酷 而且这种质感 让车主和他的车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长小牛一向都是用这种棕色的内饰主题 新的皮质很好很软 这个是我最直观的感觉 当然了 咱们现在有机会配全景的大天窗 新款的皮卡跟木马人一样 后面的空间变大了 现在椅子可以前后移动 弄平了之后大家看一看 就有这么多的角度了 腿这里的位置也是 两边的椅子都可以 后排 好了不卖关子了 大家一起看看超大的12寸的荧幕 Sexy 大荧幕最上方和侧面很多按钮 可能最直观的是咱们自动停车按钮 这个荧幕的魅力到底有多大肯定要打开才知道了 看一看这是新的钥匙 一样是Key Light Sentry 只要是在附近 Are you ready? 长脚牛这个级别冷热座椅肯定前面是有了 但是也可以选后面的冷热椅 当然这个最好用的车载系统也不是盖的 换页面 地图缩放 U卡那系统呢 回头唐大叔特别做一期好不好 然后呢 想给大家看看 长脚牛呢 一直它的仪表盘呢 还有一些东西都是特别的很漂亮 供养皮卡高级别的中控 一直都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设计 那最新的中控呢 哈哈哈 先从后面说吧 如果后面椅子可以放水杯不用说了 这可以打开巨大的空间就不用说了 那这里呢 一拉开 还会自动打开放杯子 哈哈哈 然后这一块巨大的空间 配合这里 当然 接下来新款上面呢 咱们可以选项充电的 然后old school也有CD 特别是放DVD吧 我觉得这个荧幕其实很大程度上 是来给你看电影的 以前老说呢 一个卡车一个卡车对吧 而且卖这么贵 那将来真的 唉 说这有点俗啊 大松俗一点说 如果有朋友来来招待他 他坐在后边看这个大荧幕配置 也不会再说 你怎么小子在国外混的开卡车了 对吧 方向盘呢 感觉比原来个头小了一点点 挺好的 当然呢 原来只能上下动 现在是前后上下都可以动 还有一个小的细节 以前越野的时候吧 或者大家其实很少会用到这个 手动自动挡的 虽然很少用呢 但现在放在这里 我想驾驶的时候 想试试巴速变速的手动挡玩 应该是更有感觉了 当然因为有大眼睛啊 不只是在巡航的时候可以控制速度 他也可以帮你去控制距离 自己去控制速度 一个非常智能的皮卡 而且我挺喜欢这块按键吧 原来的话没这么立体 那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更加立体的 这个我非常喜欢 对吧 包括荧幕 8.4寸的放的位置也非常的漂亮 12寸就更不用说了 你看看 你先看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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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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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 哎呀呀 哦哦哦哦 哇哇哇哇嘿嘿 其实是pretty good it's perfect perfect look at it 哇 just one? one shot you're all done 哇 good job 如果还没订阅记得赶快订阅了 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点赞 如果不喜欢就不要给我差评了 下面留言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 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跟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呢当然了如果你住在温哥华 或者温哥华附近呢可以找汤纳树来买基普 支持下业务啊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 还是好吧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玩汤纳树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